基本八字90秒 有句话说还原基本部 意思呢就是最基本的往往才是最好的 大家好我是Donny Choi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关于忘夫的八字 传统八字中呢 通常他们是以一个人的夫妻公来决定 他是不是一个忘夫的一个八字 其实呢这个是不正确的 因为原命八字呢只是一个本质 他并不能代表说一个人是不是原命八字有才呢 就一定有才 或者一个人的原命八字会忘夫就会忘夫 因为你一切还要看他的大运和流年的变化 不然的话大运流年就等同虚设 对不对 好我们就以这个八字来分析一下 是否是一个忘夫的八字 我们先看看 我们就以他的大运来看就好 二十三岁大运 二十三岁大运 三十三岁的时候呢 土生金刻木 地支呢 就是木生火生土 所以呢 他的官运也是官 官身 官身 官身印 官身印 财身官 官身印 所以呢 他三十三岁的大运呢 也是OK 没问题 来到他四十三岁的时候呢 就是土 生金 生水 然后呢 地支呢 就是成 有和 木生火 生土 四十三岁呢 也是没问题 我们注意他的官 到到五十三岁的时候呢 就是土 生金 生水 然后呢 地支呢 木 生火 生土 生金 也是一年相生 五十三岁呢 也是OK 官也是没问题 那么呢 来到六十三岁的时候呢 他的变化就是 物归和 天干彼节一边 然后地支呢 成 有和 五位和 木 刻土 所以呢 在这一柱大运呢 我们就知道呢 他的官运呢 本来一个 现在和了 变零 所以呢 他的官运会有一点不好 就是六十三岁大运呢 会 不OK 来到七十三岁大运的时候呢 会变成怎样 土 生 金 然后呢 木 生火 生土 所以呢 在 七十三岁的时候呢 他的官运 没有问题 而且 还加多一个 所以呢 他的官运会很好 那么到八十三岁的时候呢 他的大运会怎样呢 就是 土 生金 然后呢 木 生火 生土 八十三岁呢 也是 没问题 所以呢 综合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大运来看呢 啊 我们都知道呢 他的官运呢 只有在六十三岁 这一柱大运呢 会稍微 由一变零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判断出了啊 其实呢 这个八字呢 是一个 万福的八字 好 基本八字 九十秒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